Kelly小產痛失媽女 前年生了蝦餃仔的樂壇天后Kelly 一直恨生女 1月底那陣公布成功人工受孕 唯有3個月媽胎 上個月底出來 還宣布如怨以上懷著媽女 誰知昨天她在網誌說 剛剛過了人生最難捱的一個星期 盡了最大的努力後 兩個女兒始終未能夠 跟我們一起生活 醫生說沒有任何特別原因 大家不用擔心 我會好好休養 等到準備好的時候 我會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你們一直以來 給我的祝福 據知 陀著5個多月媽女的Kelly 上星期突然不舒服 就立刻入了瑪麗醫院 醫生叫她睡床保胎 但情況告急 最後都 老公Alex全程陪著Kelly 一起面對難關 幼養後的Kelly 也都已經回家休息 更全面停工 等調理好情緒和身子 再想其他東西了 而廖啟哲也都經歷過痛失愛兒 她的小兒子06年 仍然因為血癌病逝 人能夠掌握的東西 是很有限的 很多東西是不是有計劃 或者是怎樣就可以 可以認得到的 今天在這個處境 我的心情都會是很愛心的 或者是有點失落的 但是我們仍然都要 仍然都要 仍然都要生活 我們要找到 我們人生的盼望 我希望她可以 很快 可以找到這個祝福 智叔還寄予Kelly 要找到人生的盼望 養好身體才是最重要 謝謝你